你绝对没想到 这些动物还有无奇导弹的一幕 为了拍摄它们的罪行 人类计较了一批 非常逼真的动物间谍 潜入它们的领地 这些间谍分别有 装有摄像头的小猴子 还冒着气味的大象分辨 动作齐缓的小狼仔 能飞上天空的鸟儿 备受欢迎的企鹅 一直躲在树种里的小鹰猴 还有乌龟等等动物 这些间谍将为大家拍摄到 动物里不为人机的一幕 在印度 有三星级航河猴子组成的队伍 这些猴子占据水槽 细细玩耍 间谍猴子蹲在一旁 不敢乱动 这些猴子的举动 看似毫无规矩可言 但猴子们的社会 也有自己的法则 小猴子如果被意外拖杀水 那么犯错的那位 将会受到惩罚 等到族群里的猴子安定下来后 母猴将细心教导幼仔 完成猴子中的第一次跳水 虽然过程不太顺利 但好在结果还不错 在非洲 大象们也喜欢玩耍 间谍变变球 悄悄混入象群之中 通过多个摄像头 我们可以看到象群们的一举一动 小象必须在年幼时 学习行为守折 和小伙伴们玩摔跤 是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验识到自己有多少犀利 一旁长年的大象 也会及时站出来维护局面 一起确保他们不会误伤到对方 迁徙过程中 小象仅仅依偎在母亲身旁 但路过沼泽地时 小象却贪玩得和白鹿玩耍 等到小象反应过来 才发现已经晚了 现在的他已经迷失方向 无法找到自己的母亲 看着象群远去的背影 小象有些慌 对于他来说 独际度过沼泽地根本做不到 已经折腾过后 才听到母亲的喊叫声 通过这期惨痛的教训 小象也学会了 以后千万不能善计行动 在更在极端的环境里 规则显得有为重要 甚至很有可能关乎生死存亡 而北极狼则生活在一个 以团结协作为基础的社会 间谍小狼仔很快被狼群们接受 而小狼仔们却导弹地远离了狼窝 不过幸好被母狼及时发现 为了惩罚狼仔 他们就会被母狼前行 按在地上摩擦 直到像成年狼 表现出屈服状态才行 随后狼王一声嚎叫 小狼们开始聚集在一起 但这期却不是为了捕猎 而是单纯的为了玩耍 只要大家都了解清楚游戏规则 这个家庭版的小游戏就起开始 由起一来 小狼们不仅学会了狼群规则 和团队协作 更好的生存下去 相比于群居动物而言 那些独居的动物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更加努力 在动物世界里 也有身手非常了得的小偷 军舰鸟是扎勒比海 出了名的小海盗 好好捕猎是不可能的 只能依靠小偷小摸 来围棋一刹生存 海边满载而归的渔船 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渔夫们背着渔航往岸上走 军舰鸟则一路跟随 找到机会叼走小鱼 不仅有请 其他鸟刚刚捕到手的鱼 也会被它们盯上 间谍鸟嘴口中的鱼 很轻易就能被抢走 但真正的鸟 可不会这么容易松口 为了养育鸟一带 它们会选择抗张到底 只有坚持到最后 那时幼鸟才不会饿肚鸡 会有有其恶霸行情的鸟 可不及军舰鸟一个 南极企鹅 在经历了两个礼拜的捕鱼后 开始返船 间谍企鹅混入其中 大受欢迎 这些鸟在岩席上繁育鸟一带 所以经常会因为 常驻巢的岩席而发生矛盾 另一只间谍鸟 带了一颗装有设上头的鱼头 通过多过设上头可以看到 鸟们为了抢鱼头有多拼命 只有暴风雪来临 才能平息这场混乱 可尽管是这样 还是有个别爱搞戏的鸟 喜欢乱来 这只捕鱼晚归的鸟 想着给心爱的妻子一个惊喜 于是趁着暴风雪来临之际 到处投鞋头 其他企鹅躲在一旁 瑟瑟发抖 这只傻企鹅却偷得不亦乐乎 可这种事情 也几算得上是小头小摸 更卑鄙的还在后面 天气晴朗即席 贼欧们开始蠢蠢欲动 它们喜欢在这个时候 偷走企鹅的蛋 每只企鹅只有两个蛋 却随时会被偷走一个 所以每一只企鹅的成功孵发 都显得非常不容易 而在澳大利亚东部的雨林里 同样有着一群狡猾的鸟 一群断蓝圆钉鸟 有着非常特殊的盗窃癖好 间谍鸟观察着一群熟鸟的一举一动 熟鸟喜欢从附近营地 偷来蓝色的瓶盖装吸巢穴 喜欢把这些东西 放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可它这么做 却并没有引来其他奇鸟 反而找来一个偷瓶子的骗子 在骗子居住的地方 满吸各种稀稀古怪的小东西 而熟鸟需要生活七年才能成熟 在起期间 它们必须不停学习筑巢技巧 并练习舞蹈 对于蓝色的小东西 它们永远不会嫌多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吸引更多的奇鸟 而见点鸟的地盘 很快被一只熟鸟看中 即见它悄悄靠近巢穴 突然偷走蓝色的细品 其他鸟儿看见后 也会摘入其中一起偷东西 足以见得 这种原点鸟已经是偷到诚信 无法计划 而在塞内加尔 年轻的黑猩猩们 有着大把时间为所欲为 短到它们稍微长大一点 就开始挑衅成年猩猩 但这种行为 也很快遭到打压 在这里的奇性猩猩 更喜欢年轻一点的熟性 五岁之时 其他大猩猩都已经陷入了沉睡之中 一只年轻的猩猩 和奇性做起了羞羞的事情 不巧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其他大猩猩看见 不得已 这只年轻的猩猩 仅仅仅慌忙逃离现场 而在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 生活着一群狐盟 狐盟群里 有一只奇性的狐盟 统领着大家 他就相当于这里的女王 也是整个渣族中 唯一拥有凡击权利的奇性 而玩耍那样常年狐盟 学习到一些非常喜用的打斗技巧 但在其期间 总有一些不守规矩的狐盟 企图打破这里的规矩 一只常年变成要寻找奇迹的奇性 趁着大家玩游戏机时 偷偷和其他崇性约会 不过他的这种行为 很快就被女王发现 女王这样撞 立马带着狐盟发动袭击 他们必须将这个不守规矩的渣伙 赶出族群 脱离了族群的保护 狐盟很难生存下去 他大概怎么都没想到 会因为谈恋爱而陷入危险之中 在南非远海 同样有着一群小年轻 将处于青春期 两兽型的雄性宽婉海豚 会离开母亲的怀抱 寄生一豚 在又冲浪的队伍中狂欢 间谍海龟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青年雄性海豚玩心太大 非常不守规矩 以至于奇性海豚 会将他们赶出队伍 而这些海豚喜欢将河豚咬住 央来央去 细活是在玩球一般 在马达扎西扎的小岛上 这些狐猴也有着同样的怪癖 这种全身通红 且带有毒性的虫籍名叫马鹿 马鹿能够分泌青化物 来防御敌人 狐猴们喜欢咀嚼马鹿 马鹿分泌出来的毒液 能让他们流口水 趁起机会 狐猴将椭叶和马鹿 在他们山上狂插 他们把这些有毒物剂 当作杀虫剂涂满全身 而且还能让他们陷入惩罪的状态 细活像是河豚的酒一般 回到沙漠中 机前那几被赶出族群的狐猴 找到了隔壁队伍的袭击 混乱集中 他机前的渣人们挺身而出 这是一场领土激战 入侵的狐猴很快被赶走 趁起机会 被流放的狐猴 向女王表达自己的歉意 而女王也再次接受了他 回到猩猩这边 那几被赶找的年轻黑猩猩 也再次回到了族群 这一切 他是来挑战成年黑猩猩的 关键时刻 从心首领出场 才能这起冲突化解 看来 这只年轻的猩猩 还是太弱了 俗话说 无规矩不常方圆 这句话在动物们的社会里 也一样细用 看似毫无逻辑的行为 背后总有着一定的原因存在 今天的荒野间谍 捣蛋鬼就说完了 喜欢这给我关注吧